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上半年 世界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 法政府拟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 或引发新一轮示威 当地时间2月29日 法国总理菲利普引用宪法493条款 宣布将不禁投票 强行通过饱受争议的退休改革法案 反对党称 将对政府发起弹劾 公会宣布将发起新一轮示威行动 据报道 2月29日下午 菲利普到国民议会宣布了这个消息 在执政党的掌声中 总理称 这是为了结束与反对派的无谓争论 进入下一步法律程序 菲利普承诺将继续与社会各方就法案条款对华磋商 同时希望终结有关退休改革的争论 以服务于3月15日开始的市政选举 总理菲利普表示 法国国民议会2月17日开始对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进行辩论 国民议会中反对该法案的议员提出了多达4万条修正条款 菲利普透露 经过两周辩论 还有近3万条修正案等待审查 总理称 辩论过程过久 政府方面很可能难以按原计划完成立法议程 因此采取了不经议会表决的步骤 他表示 议员们没有让法国人看到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是在代价昂贵地演出闹剧 动用493条款只是一个步骤而不是结束 国民议会主席费朗向政府勇敢地决定致敬 他认为 面对反对派的系统性阻挠 以及工作草率的议员 动用493条款 才能让政府部门正常运作 如此一来 退休改革法案应该将在国民议会通过 除非国会通过反对派的弹劾案 但从2月底的情况来看 弹劾政府几乎不可能 右派大党共和党议员首先表态称 如此改革不可接受 并且 法案从未经过议会投票 包括社会党 法国共产党和部区的法兰西党 在内的左派议员随后发表意见 评论其践踏议会程序 左右派大党 共和党和社会党主席出面谴责 这次再次证明总理能力不足 比起议会讨论 政府更喜欢启动493条款的粗暴做法 法国总工会主席马丁内兹 谴责政府的态度让人无法忍受 并宣布本周即开始新一轮工会运动 法国共产党全国主席卢塞尔3月1日宣布 工人们将在3日下午行动 在国民议会门口举行新一轮活动 在菲利普曾经担任市长的勒阿福尔市 登地警方称 大约140个人 2月29日夜间从勒阿福尔市政府出发 在市区大街上打砸窗户 垃圾箱和汽车 在巴黎 数百人集结在国民议会附近和平示威 表达对政府决定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的不满 示威者直到29日夜间10点之后才逐渐散去 2019年12月开始 法国各界掀起反对政府退休改革的大罢工 2020年1月中旬 因改良派工会要求 政府撤销原定改革草案中的基准退休年龄 大罢工逐渐停止 法国两名市长被确诊 成为欧洲首批官员确诊病例 法国两名市长3月1日陆续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 他们由此成为欧洲首批政府官员确诊病例 这两名市长都是自行宣布患有新冠肺炎的 他们的消息发布后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大家非常关心法国疫情进展情况 并关注为何官员会相继被感染 被确诊的两名市长中 一位是来自瓦兹省瓦鲁瓦地区克雷皮的市长福尔蒂耶 福尔蒂耶是当地时间一日晚通过社交媒体宣布自己确诊的 福尔蒂耶表示 自己目前并没有因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而住院治疗 主要因为他并没有感到明显的症状 也没有发烧 但他非常担心 接下来几天当地会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 瓦兹省是法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目前 法国的130例确诊病例中 有47例来自瓦兹省 目前 瓦兹省内多个市镇已经采取管制措施 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瓦鲁瓦地区克雷皮也是被列入管制的市镇之一 另一位被确诊的市长是来自上萨瓦省 拉巴勒姆德西兰籍市的市长达维埃 他稍早前自己录制了一段视频 宣布自己已成为新冠肺炎患者 他在上月底还接受媒体采访 宣布其所在的城镇 出现多名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达维埃表示 自己却做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测试 结果证明已患新冠肺炎 他表示将同当地的确诊患者 移到前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值得注意的是 达维埃上周还前往巴黎 参加了2020年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 除参观博览会 他还在博览会上 与当地官员和农业代表一起吃饭 2020年法国国际农业博览会 已经提前结束 目前还不清楚这两名市长 是通过何种途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 随着法国疫情进一步紧张 法国总理菲利普与卫生部长维兰 2日紧急前往外省 视察医疗机构应对新型冠状肺炎 疫情的准备情况 金河组织警告 2020年上半年 世界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当地时间2日大幅下调 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从2.9%调至2.4% 该组织警告 2020年上半年 世界经济增长将急剧放缓 总部设在巴黎的金河组织 当天发布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 提出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 带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 最严峻挑战 金河组织警告 由于全球供应链和商品生产受到打击 旅游业业绩下滑 2020年上半年 世界经济增长急剧放缓 该组织指出 预期2020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将下降至2.4% 金河组织还警告 如果出现更持久 更密集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 并在整个亚太地区 欧洲和北美广泛传播 世界经济前景将进一步安淡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可能会进一步降至1.5% 金河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恩指出 全球经济已经被贸易和政治紧张局势削弱 新型冠状病毒给世界经济带来进一步打击 他呼吁各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 抑制新冠肺炎扩散 并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家庭和企业 提供财政支持 经济展望报告 建议各国政府实施临时税收和预算措施 以缓解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 如旅游业及汽车业的财政压力 报告还建议 如果疫情持续传播 二十国集团可以领导一个国际协调的 卫生保健支持框架 并协调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 以重建新型 经合组织当天下调了大多数经济体 2020年的经济增长预期 将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2.3%下调至1.9% 日本经济增长预期 从0.7%下调至0.2% 欧元区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 从1.2%下调至0.8% 其中法国经济增长预期 从1.3%下调至0.9% 德国经济增长预期 只有0.3% 意大利将为0增长 法国朱氏建材公司 批发零售各类精品地砖 珍木地板 及各类建筑装潢材料 产品齐全 巨量保证 装潢不用东奔西走 朱氏建材 应有尽有 Comfort Cuisine France prestataire de solutions de placards intégrés conception exclusive et sur mesure fabrication de haute qualité avec des matériaux non polluants et résistants avec Comfort Cuisine Placards haut de gamme pour une vie meilleure Placards haut de gamme pour plus de confort Placards haut de gamme pour vous faciliter la vie au quotidien 그만 Stop 2 1 5 6